清晨时光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在最近的剧情里 林浅因为安卡达的事情和励志诚闹了矛盾 并且毒贩又找上门 好在励志诚及时出现救了林浅 而且解除了两人的误会 而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原来励志诚放弃了争取安卡达 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同时接两个大项目吃不消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想要做品牌 可是宁维卡没有得到安卡达项目 也想要做品牌 这样一来两家公司又开始竞争了 而宁维卡都想到了和美国炒牌Fancy合作 两人同时争取得让Fancy老总Dung 去两家公司视察的机会 可是Dung要求他的合作公司 也有强大的团队 于是宁维卡就高薪聘请了 许多有潜力和厉害的设计师 但是Gras也不是吃素的 Gras设计宁维卡 还在Dung来公司视察的当天 带走了他的设计团队 这让宁维卡骑得不行 可是Dung看到这一场闹剧也很生气 以为他们在玩它 不管Gras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励志诚到来也不管用 后来林浅说给他十分钟 看能不能说服他 于是励志诚的战友们 就开着车拦荡的车 可是林浅穿的长裙 走得比较慢 出来比较晚 正好赶上励志诚 开着摩托来接他 可咱们林浅穿的是个长裙 但是他二话没说 直接霸气开四 四开裙子 坐上摩托就去追赶荡 最后在林浅的真诚和设计打动下 当同意了和爱达合作 并且两家公司推出了 一个新品牌YFancy 还在520购物节 线上线下同时销售 还惊险的获得了 林浅是销售第一的称号 你是怎么看待林浅四裙子 这一霸气行为呢 欢迎评论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转发订阅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